欢迎收看五期股市同学会 我是陈明君 各位同学上课了 今天台北股市收周线 收月线 收季线 三线全数收黑K 股民们一大早起床看到 美国股市又破底了 心都凉了一大截 好度过痛苦的第三季 有七八九月好难熬 下个礼拜十月份 有没有机会迎来光辉呢 毕竟面对联准会放营 各国的央行动不回调了 今天台北股市小小的拉尾盘 留了红K 台股有机会下个礼拜酝酿反贪吗 马上欢迎今天来同学会的三位来宾 第一位欢迎分析师王赵丽 赵丽哥午安 明君好 同学好 第二位欢迎分析师郑维群 维群老师好 明君好 各位同学大家好 又算欢迎分析师邓上伟的老师好 明君 同学们 大家午安 好 全球央行立抗 英浪老英的英英台币 两天不再续扁了 十月荧光辉有没有机会呢 今天尾盘好戏剧性 台股拉出下影线 日K收红 今天最强的是 跌到破底 跌到不认识的IC设计了 盘中大跌破底 是最后的赶融资吗 那么跌升IC设计股 有机会看到生机吗 请问赵丽老师对大盘后续的解读 台积电今天表现不是很理想 传出说它毒会苹果可以降价 不过对IC设计它是价格完全不退让 IC设计业者凹不到打折 是雪上加霜吗 还是利空不再反应了呢 但今天看股价表现 好像都大反攻了 是给人逃命的机会吗 套牢的人能够趁反弹赶快跑吗 只是今天台积电还是惨 外资持股台积电降到14年的新低 散户大军只能够哭哭吗 而生技股今天CDMO再发威 尽管高档的生技股 包含了北极西音跟药花药休息 但有人接力来维系人气 生技股看长不看短 新药谷潜力无穷怎操作呢 追问委群老师 保时捷风光的IPO 抢进电动车市场 当特斯拉昨天股价大跌 但是对于车电股来说 无伤大雅 今天大盘破底 可是车电股整群率先直稳 还有人翻红收最高 底气购不怕正吗 下周有机会继续冲吗 追问邓老师 广告回来锁定五七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学会 今天九月份的最后一天 台北股市收周线 收月线也收季线 这一季大家都过得很痛苦 三线全部收回 可是今天最后一天的盘石 有一点点猫腻 今天台北股市破底之后 有好多的跌身股开始 反攻了 让台股跌点收店 今天留了蛮长 大概有100点左右的下影线 今天大盘是下跌了 109点收在13424 成交量2079亿元 包含了联发科跟鸿海都回稳 可惜的是护国神山台积电 因为是外资的提款机 今天收最低又破底了 联电也难以幸免 今天股价也是非常的弱势 那从这个整体的线图来观察 今天收一个十字线 留了下影线的红K 下周怎么看呢 毕竟本周啊 本月跟本季啊 都是下跌的 这个礼拜就跌了4.9% 一个月跌了11% 好惊人喔 那这一季跌了9.4% 都是呈现连黑的格局 我想请问赵丽老师 当然今天盘面上面 早盘破底 可是盘中拉了起来 拉下影线拉的是谁呢 不是护国神山 居然是一些跌很深的族群 这代表什么样的意涵 那下个礼拜大盘的表现 要看谁 看大致的台积电 还是说要看跌深的这些 而七七惨惨 跌到不认识的个股呢 对 没错 我想这一个月 当然是很惨 总共跌了11% 一个月 对 一个月跌11% 1670点 真的是很惨业 可是我要跟大家报告 其实我个人认为 这个地方真的是稳了啦 真的稳了啦 应该光辉的10月 真的即将要带来 为什么 我一直跟大家强态 有一些的风险指标的部分 其实你现在最主要看的 就是汇率的部分 等一下我会来跟大家讲 汇率你要怎么去看 其实最近这三天 美元指数已经开始出现 回榜修正的一个走势 那我觉得 美元这一波段的高点 应该真的到了 等一下我会讲原因 那另外的 公債殖利率 也大概也开始回了嘛 就是说这两个其实是一样啦 美元指数只要回档修正 大概公債殖利率 它也是回档修正 那慢慢的 大家看出端倪之后 市场就会有信心 好 那有信心的状况之下 当然等一下也会针对 部分的央行的一个部分 来跟大家讲 好 那另外一个 农资清洗后有利值做法 张老师你觉得今天盘中 这里有没有洗融资的味道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 其实今天的融资应该又减 因为为什么 因为其实大家已经吓死了 到昨天已经 看美股真蝶那样 已经吓死了你知道吗 那吓死完之后 我相信 一样看到开盘之后 一定又砍股票 那拉高之后又下来 又想说完蛋了 再砍再砍 我不想成为最后一只老鼠 对 大家都不想 结果没想到 就整理一下 把尾盘就拉起来 何况大家记得 台积电今天是说最低 结果指数尾盘是这样拉的 就是说它是这样 其实很多的 跌升版团的股票 前两天我也跟大家报告 真的要涨的是这些股票 跌升指标的股票 你看到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 这一天涨了之后 其实你也看到ABF载版 你也看到比如说像货柜 或者部分的IC设计 跌升的 那最近来讲 其实像今天又开始增加了 比如说像记忆体 IC设计 还有一些面板 像彩晶 我跟大家报告 为什么这样结构才对 因为你去拉那种高档的股票 谁敢买啊 没有人敢买啊 大家套就套这边啊 大家都套这边啊 你知道吗 你去拉这些 我问大家 这些投资人 一般的投资人持有最多 对 你拉起来之后 我觉得至少少输3% 明天再拉一下 再少输5% 那你就会想说 假如一个礼拜之后 你少输10% 我们不要说赚啊 你不太敢买 少输起来够了啦 少输10% 你是不是就觉得 心情好了 你就敢买了 不过你一直输一直输 你哪敢买股票 你看到股票你都会怕 你还甚至于想要继续放空 对 好 所以这个我跟大家说 这个才是重要的啦 真的这一些的 全值的指标的部分 才是重要的 好 那当然其他的啦 我想这部分你看一下 你像今天好了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今天的分时走势图 好 大盘的分时走势图嘛 对 你看一下 大盘开低对不对 可是你看一下 6116的面板的部分 好 6116的彩晶 对不对 彩晶对不对 也是 你看一下 美光对未来的展望 资本支出是下修 非常不好 你看一下2408的南亚科 对不对 彩晶的你看 对不对 2344的华帮链 对 这个我们真的在讲 你看一下 这个最烂 就是2337的网红 你看一下 2337的网红 就这些你觉得最烂的啦 那另外的你来看一下 货载版的部分 你看一下3037的新星 这个也是你认为 之前认为很好 你都觉得这种一定是完蛋的 3189的紧缩 对 你看一下 就是都是投资人套牢的股票 就是你们大家套最深 2603的藏绒好了 对 你看一下 对不对 2609的阳明 阳明 对不对 那你IC设计更厉害 你比如说相当一个什么 6719的 立志 立志 你看 我久没有听到他了 我居然拉长听 对 然后你看6104的创围 这个也是被皮脚弄的啦 可是他最后一盘 有点拉下来是 没关系 这个一定有当冲的吧 其实我跟大家说 这一定是空这边 然后被嘎之后 当然有的人做都有的人做空 所以嘎上来之后 那有的人最后一盘卖出啦 那30 因为他还是会怕啦 3035的制约 3035的制约 你看一下 对不对 也是一样 其实都是拉这些 所以你看今天的指数 为什么会这样慢慢的 那你看台积电 2330的台积电 就不一样啦 不是长这样 对对对对 这个就不一样了 为什么 其实我跟大家 我觉得今天是 外师刻意的啦 真的啦 那好 等一下 所以这个 打压大家的信心 对 他就是要打击你嘛 那你就不要 让他吓到嘛 等一下我再针对 其他的部分来跟大家讲 其实我跟大家讲的 就是说 汇率真的很重要 好 汇率很重要 因为已经逼得各国央行 然后出手来 救自己国家的这个货币了 我们知道昨天 央行总裁杨金楼说 我只有管理 绝对不会管制外汇啦 阻止资金流出 那偶尔会找大户喝个咖啡 认为经济稳 企业赚钱的外资 还是会回来 那韩国呢 也是最近贬到不行 这个韩国更是跌破 10年线都非常的弱势 他们也受不了了 决定要重启股票稳定基金 考虑寄出现空令 还要回购两兆韩元的债券 那这个人行啊 也是大动作 要来跟美元对抗 要求国营大卖美元 10月16号20大前夕 避免大规模的卖股票 真的是拼了啦 那10月份 为什么可以迎来光辉 可能是因为 没有这个FOMC 联总会议的干扰 有一个空窗期 有没有机会拼柳暗花明 下一次会议在11月跟12月 那第三季以来 逆风高飞的标股 完胜大盘 那第四季 还是这些涨吗 或是会换跌升的涨呢 对 没错 我觉得股票的部分来讲 这一波有一些跌升的股票 会真的开始出现 比较强劲的反弹 所以你真的套牢很深的 我觉得这个地方 你不要太会担心 那当然少部分的强势股 当然也会涨 其实我认为 为什么会这样讲 其实你看一下 大家都跟你讲说 金融风暴的 不要说雏形 就是好像现在 每天都听到 有的时候好像有那个 金融风暴的样子 每天吓吓你 有时候就亚洲金融风暴 有时候全球金融风暴 好像搞到 其实大家真的吓死了 你知道吗 那当然你看汇率的部分 其实不是今天 是这一段时间以来 你看美元指数 创下20年新高 你说 那你看一下 欧元创下了 也是创下20年新低 扁到20年新 英镑更长 英镑创历史新低 等一下我再来跟大家讲 英镑英国的做法 其实你就看 台币的部分算比较好的 只有五年新低 真的算好 韩元 08年金融海啸的新高 对不对 就是08年那时候 金融海啸的时候 最高 日元也很惨 是1998年 1998年 亚洲金融风暴 你看这有没有惨 对 真的很惨 你假如看汇率 你会觉得真的是很惨 那他们做了什么事 对 好来 你看一下 那我跟大家报告 美元指数的部分 其实我们先看上一页 我跟大家讲 为什么我觉得美元指数这个地方 慢慢的已经见到高点之后 会开始回落 因为美元指数当中有六个货币 对 一来之货币 那其实英镑跟日元的部分 日元是第二大 最大的当然占比是欧元 那第二大是日元 第三大是英镑 日元跟英镑大概占比 占美元指数大概是25% 对 那我问大家一个 英镑现在都跳出来 央行都说 竹扁 日元也要竹扁 好来 我跟大家报告 还有一个最重要 这个没有列出来 中国大陆 好 等一下我再来讲 好 那我们看下一页的部分 所以美元指数 其实这个地方当然了 这个是美元指数的部分 真的 创大概20年新高 那我跟大家报告 美元指数跟大盘的部分 跟美股的部分 不见得一定是 所谓美元指数涨 不见得像关系数这么高 对 不一定 有时候是不一样的 你看美元指数涨的时候 其实大盘还不是涨嘛 对 那只是说当时的环境不一样 那你说08年金融海啸的时候 美元指数才涨到这边 它就已经金融海啸了 你知道吗 那何况所以大家会觉得 好像美元涨到这边 全球一定会爆炸 那你要看各国的央行 有没有出来讲 假如说放任 真的让美元 让美国央行 自己这样弄下去的话 那当然全世界就 真的比较麻烦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日本 你看一下 日本 这个美元指数当中 成分占满多的日元 第二大的 对 没错 这个是第二大的 那其实它已经开始 出现了干预 所以你可以发现 日元的部分最近来讲 也开始有一些走稳了 大家有没有发现 开始慢慢的 没有创高了 不像之前 开始干预 那它的十年期公在 殖利率的部分 也是相同的 也没有创高了 好 那我们看下一页的部分 好 那另外的部分来讲 南韩也是一样 它要启动股市的稳定基金 另外一个 它要放空令 对 禁止放空 有可能会 可能会寄出限空令 对 限空令的部分 好 这个都是所谓的央行 所采取的一些的行为 稳定的 好 来 英国当然是最重要 因为英国跟 其实英国 日本都很重要 都是跟美国都是兄弟 那现在他觉得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 你看一下英国 英国不是要推出减税规模吗 然后之后大家说 美国参政部 还有IMF 说不要 对 不要推出 因为你这样搞下去 其实英国现在在打罪权 你知道吗 基本上你推出减税政策 就得宽松 对 对不对 就是如果 我们就会贬 那通膨是不是更严重 是 对 那你现在又要去购买 对 你应该是要升息 你怎么又 藏债的部分 你到10月30号都不要买 你现在还要藏债 对 不缩减 他打罪权 故意的 因为他故意的 你一定看不过 你知道吗 因为我跟他报告 真的看不懂 就像1998年那时候 金融海啸 有这样的一个先例过吗 我跟你讲有 其实香港那时候 为什么中国帮香港的时候 为什么其实那时候 索罗斯攻击香港 没有办法成功 对 因为那时候 我跟你讲 中国大陆在1998的时候 你想二几年前 对 他们的金融尝试会很多 没有 其实不会 真的没有 我跟你讲 那些高官真的也没有 就打罪权 因为那些突婴 你看不懂 突婴都已经写好剧本了 你没有照他的剧本 比如说我生息 公你什么 你没照过那个剧本 他慌了你知道 一乱去 一到这就像英国 我问你 现在你怎么做 不知道啊 不知道啊 你乱啊 对 就照正常的逻辑来讲 所以乱打 反而你看 突婴看不懂你知道吗 这反而是比较好 所以其实你怎么看 可是你来看 他是不是就真的也走稳了 是 对对对 好来 那下一页 好 其实刚刚讲的那些 好 人民币 重要的 重要的来 人民央行 当然啦 很多人对大陆的 等等这些 不管我们先不论政党的部分来讲 这说也给人家看不 他哦 他我告诉你 他这看不懂 他这看不懂 他这比较简单 这是一个决心而已 假如决心强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 他们的央行的部分 大家就记得 那时候不是房地产 对 那时候恒大的事 大家说完蛋了 对 大陆要破产 对 我跟大家报告 大家看一个国家的时候 基本上会看汇率 那确实因为每年升值 人民币扁 那人民币一扁的时候 大家又觉得 大陆的经济完蛋了 所以大陆的经济完蛋 因为毕竟它是 最大的经济体 完蛋之后 那大家也怕 就整个就麻烦 全球就可能 经济风暴等等的 好 重点来了 人民币 他说 令这些大陆的大行 说你离岸要大卖美元 意思就是要 互助他们的人民币 那假如这个是 他们的决心够强 其实说真的 我觉得人民币这个 所以你看 其实最近这两天 真的执贬 升值的幅度 还算是蛮大的 那所以这个取决 他的信心 我觉得在 二十大召开之前 我觉得他的信心一定是有的 所以我觉得 短期之间基本上 那大陆的部分来讲 你看 对不对 2008年的时候 美国金融海啸 其实大陆真的是先 我这个是同一条时间 台湾是还在这边 美国的部分来讲 其实还有在破底 还多跌了一段 对 还有在 可是陆股是全球市场上 最快的 最快落地 因为他那时候 四兆的一个刺激方案 所以赵老师认为 现在可能要看一下陆股的变化 其实我觉得陆股 不会有太多的问题 因为其实他们是 他要护 对 他要护的话 基本上就不会有问题 那人民币假如不贬 其实大家对于 全球的部分来讲 经济的部分 就不会那么的恐慌 所以我才说 现在的汇率 相对上来讲重要 大概是 那你看一下 比如说2020年 疫情那时候 其实它也跌下来 可是你看 对不对 大家大概那时候 都从此错 都跌下来 可是这上证指数 其实跌幅是小的 所以我觉得 只要大陆稳住了 其实他对于人民币的部分 或者是英国央行等等 所以我才说 其实以目前来讲 美元指数 应该会震荡拉回 那假如是这样的状况之下 其实说真的 大家的信心 相对投资性会比较强 好 如果说美元指数 有机会震荡拉回 投资信心回来了 什么样的个股呢 有办法先重拾信心 让大家比较勇敢一点点 从今天的走势看来 可能不是台积电 对 没错 其实不会是台积电 可是台积电 它基本上来讲 跟大盘的指数的部分 大概同时落底 可是大家一定会有一个问题 当然你说 要不要买台积电 那也OK 可是来 我们看下一页的部分 大家会发现一个现象 就是说 那假如大盘跟台积电是同时落底好了 那我是不是等到指数落底完之后 再来买其他的股票 我跟大家报告 这个是错的 不行 台积电的修正跟其他 我们不要讲传产 不要讲金融 台积电是最慢的吗 台积电是最慢的 其实我之前跟大家讲过 台积电下修的部分来讲 是最慢的 你看现在 明年到底要不要涨价 涨价的幅度 大家现在再看不见 有的说有的说没有 你是要 你如果成熟自成 连电这简单 大家都说正硬 明年一点不会涨价 立基电就更不用讲了 对不对 所以因为很简 不是很简单 是已经确定了 所以股价早就翻 台积电现在还搞不清楚 明年会不会下修 有的还看好明年 所以没有 你今天假如大家都一致性 当然 可是因为台积电 所以台积电跟大盘 大概同时落底 可是我要跟大家讲了 台积电没落底 难道电子股不能卖吗 错 其实我跟大家说 很多的股票 这一波段的跌幅 都比台积电重 所以你不能这么动作慢 等到台积电多底 你才出售 你等到大盘 你像今天 你看今天台来 很多电子又拼 就拼了 对对对 所以你不能 说我等指数 那顺便啊 等你看指数起500点 你来不及了 搞不好个股都已经涨两层了 你知道吗 那来不及啦 你真的来不及 好 我举例 台积电落底 对不对 你说跟面板有关系嘛 完全没有关系啊 你知道 它要长要 那这个是因为资金的行情啊 不然你看落底 它还是破底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所以面板最先修正 你不觉得面板 现在像彩晶也慢慢的 比较稳 就没有破底了 当然我不是叫大家去买面板 而是说你看一下 IC设计的部分你看一下 你比如说台积电这边才落底 可是你可以看到 IC设计的进行这些 这是比较小的 你清楚一下 之前的话 它就已经先落底了 你看到有没有 指数的部分 这边就已经先落底了 那你说记忆体的部分 我拿低润好了 的一些 你看它是 这是周线的部分吧 对 你看一下 它也是提早落底 最后的意思说 其实 等到台积电落底的时候 其实很多的电子 早就上去了 其实今天的盘面 有这样的表现 所以我觉得 其实这个地方 大家相对上来讲 可以稍微的比较乐观 以短波段而言 那当然你还是要控制好 持股比重 对啊 好 感谢赵丽老师 从今天盘面上面 拉下影线 哪一些个股线转强 包含了面板 还有IC设计 记忆体族群 这些股民们 套很多的个股 似乎之前提前落底 现在大盘 如果有机会反弹的话 很有潜力成为 反弹的极先锋 如果说你手上 有这些持股 不知道该怎么样来做 操作跟下一步的话 都可以参考我们画面上面 赵丽老师的大头娃娃 用手机扫一下QR Code 跟老师加个朋友 加个LINE 相关的大盘的方向 跟这个 跌身反弹个股的观察 大家有时间 都可以跟老师请教 还有讨论 管会来聊一下 今天有一个讯息 美股当中的美光 明明就出现了双重的利空 可是机体止跌 面板也回稳了 驱动IC是不是要破底翻了呢 套劳IC设计股 这个跌身股的操作 怎么样来做应对 管会来请问微群老师 休息一下锁定 五七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学会 今天大盘拉出下影线 可是护国神山不给力 黯然的独自憔悴 为什么传出说 他态度很强硬 不是说不给苹果降价 而是说他对IC设计业者 不愿意让价 不愿意溢价 独会苹果台积 代工报价不让步 说各家客户修正明年订单 报价很难砍 接受减少订单 延后订单打折免台 为什么不让步 全网有三大盘算 第一个是需求崩跌 只是短期乱流而已 即使调整需求 还是超过台积的产能 大客户库存满手 创新还是要维持到 客户八成订单不可以砍 否则回补订单 你就要重新排队了 态度非常的坚决 尽管有这样的讯息 IC设计股早盘 很担心反应利空 不过今天盘中表现 似乎有利空不跌的味道 联发科部分今天也回稳了 尽管说手机市场产 联发科Q3的猜测难达标 但是跌够了吗 为什么还有指纹的迹象呢 尤其是记忆体租区 一样是利空不跌 美光财炮猜测双产 记忆体今天开低走高 怎么样的做观察 那伟群老师 我们先从台积电来请教你 台积电代工报价不让步 它的下游客户不跌 可是为什么它自己 却没有反应力多 它的上游 IC设计它的上游 最主要是台积电 是被动基金的一个 怎么讲 持股最多的 今天有新闻 应该台积电 今年跌的市值 大概可以盖十几座的晶圆厂 好可怕 我觉得跌得蛮惨的 之前大家都看太好了 现在大家因为被动没办法 最好卖就是台积电 股价也高 成交值也高 流动性又高 所以台积电都是非战之罪 其实今天这个新闻 其实你就可以看到 这几天为什么说台积电都不予置品 基本面说苹果当然台积电不太敢 跟它长太多 因为两个就是第一个大客户 第二个是共同成长的 那再来但是你说台积电自己 他就说22到28 这成熟自成 其实到现在还供不应求 甚至明年可能涨价 为什么 因为光是车用就好了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昨天Porsche一挂牌 股价就涨 对 大涨 对 在全球股市中不好的情况 为什么Porsche会涨 因为它要坐电动车 它说要赚人钱要坐电动车 对 所以我想你看到保时捷 甚至最近宾市出了全系列的电动车 其实大家看了就越来越心动了 那电动车一定是趋势 一台电动车要用多少个记忆体 晶片 MOSFI要五倍 所以为什么这个成熟自成 其实都还很好 甚至台积电有机会涨价 那高阶的自成 3奈米已经进入量产了 苹果 Intel的订单都确定了 那接下来你说NVIDIA 超微高通 联发科 要不要跟进 只是延迟 但是一定要跟进 这是军备竞赛 不可能说别人有3奈米 你没有3奈米 那你怎么跟人家打 你可以延后订单 可是不可以把订单砍掉 也不能打折 对 所以基本上你说 台积电就是 算是被动的卖盘 好 那为什么大家愿意买单 是因为说先进制程 转单 弃单 付出的代价反而更高吗 除了要重新排队之外 维群老师还有什么样的原因 让这些客户不太敢 要求打折或弃单 因为当然就是 他没有竞争对手 最重要就是没有竞争对手 你看三星 自己的自家的高阶的手机的晶片 它都不采用 高通都要转单了 对不对 那14奈米以下 晶圆代工选择很少 7奈米以下只有三星 那你说5奈米以下 不好意思 现在只有台积电 所以真的你说军备竞赛 你还是要台积电 那一个晶圆在里面 你要制造 你要一到两个月 那你不先排单 怎么可能会有你的一个 对不对 怎么可能会有你的一个未来 对 怎么讲你进去的竞争的地位 所以基本上 不像大家想那么简单 所以我认为说 台积电就是因为被动的卖盘 那当然其实今天早上 我们可以看稻穹好了 其实一早其实我也告诉我的会员 我说其实今天有机会开地走 因为你看科技股跌 但是稻穹没有破跌 昨天早上应该10点多 睡觉的时候看 美国又大跌 稻穹跌到600多点 我想跌1000点好了 以跌只跌 现在就是这样没办法 这就是全球的恐慌 但是早上一看 其实都有收缴 甚至稻穹没破跌 这反而是一个重要讯号 甚至其实你看到IC设计也是一样 好 IC设计今天一早 像创围就翻红了 对 对不对 立志也上去了 对 所以这边为什么说 真的 这边理论上就超跌 你不要砍低 但是你说要加码 我说我们比较严谨的话 就这三个步骤来确认 好 红K吞式底部报大量 一个月内未再破跌 那老师我们如果以创围来做举例呢 好的 如果说以创围 你看日线 日线 日线如果 以现在的日线来看是现在 6104号 对 没错 日线 6104 日线日线 这是月线 切日线给老师 好 对 以现在日线来看 其实这边大量 那时候说反弹大量 要小心 对 它又破了 对 这边大概120 140左右 又破跌到81块 但是你看到今天有大 量有比较大 但是这样子日线的日K 我觉得还没有办法确认 但是就直稳 但是我们把周线打出来 好 我们看周线 周线 这边有量了 一点量 但是没有很大 你反而看2379锐域 2379的锐域 好 这礼拜的锐域周线 量就很大 对 这礼拜的量就很大 那有收缴 所以这边来说 我觉得其实IC设计 就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个面向 就像过去2008金融海啸的时候 一样 你可以看到 大家不知道底部在哪里 对 很恐慌 对不对 但是你只要有一个吞噬的红K 周线的吞噬红K 接下来没有破底 那时候36块 这是台积电 对 好可惜 对不对 那这次 那时候有钱真好 有钱真好 那时候 那时候敢买股票真好 对不对 那再来 联发科那时候177块 也是出现红K吞噬 对 而且底部又有大量 对 底部又有大量 那时候联发科在177块 所以这次我觉得 机会又来了 因为毕竟未来你说AI 对 对不对 电动车 这还是一个长线的 爆发的成长 没有改变 是不是 那只是因为说 在整个金融的乱象 那整体的金融的恐慌 造成这样的抄跌 那我想问韦群老师 那如果说IC设计有机会 慢慢出现生机的话 下个礼拜你就要看 强势的创意等等 还是说 很弱势的包含驱动IC 或者是创为致源 这一些类部 好的 我想创意强势 创意 金星科 世新 这三个强势 我们讲很久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日线图 这是周线 对 好 修完日线 那如果说以创意来看 真的这个月线还很强 那空单真的是 算倒霉 对 因为大盘破底 这强势股都没破底 对 是有点被嘎到 那如果过高 气势会起来 你看创意 世新跟金星科 是你同样 但是弱势的话 大家比较敢买 对 对不对 譬如说你今天 6719 就是破底再有限 6719 立志 跌到大家都不认识他了 今天突然涨停板 对 从1000块跌到200块 真的跌到大家都不想讲了 但是今天涨停板 两则 对 就很容易拉涨停 代表什么 筹码干净 大家敢追 对 甚至譬如说 昨天2337的望虹 2337 对 昨天望虹其实盘中 我看到突然就拉了一根 其实应该是几百张 就拉起来 对不对 记忆体不好 但是今天大盘又不好 望虹又拉 开地走高 又收红K 代表什么 卖不下去 所以你觉得下周 有机会的是这些跌很深的 我觉得跌很深 大家敢买 安全 而且真的筹码很干净 好 瑞宇 对 那就用瑞宇 我说 真的它基本面不错吧 今年EPS19块 上半年了 那前八月 营收还年增 对 那你说现在本益比多少 上半年就赚19块 对 我不知道是10倍 应该是六 七倍 如果今年照这样六 七倍 那IC设计本益比六 七倍 那底部又爆炸量 这边反而是你的机会 好 大立光 最近几天小做回答 对 好的 我想就是 以大立光的观念 来跟各位 大家来 同学来做阐述 好 因为毕竟 未来就长线好的产业 会不会像过去 08年的大立光一样 你买在一个长线底部区 那时候167块 后来 镜头大爆发 对 变股王 那现在我们大家看的是什么 车用电子 对 那还是长线爆发力很强的 好 长线爆发力强的 韦群老师 每天慢慢要追踪的是 升级股 好 今天要还要 跌破了500块钱 那这个北极星又是吞下了 另外一个跌停板 和升级股买气没有灭 因为这个宝瑞 相关的CDMO题材 又接力向上 怎么关注 这个族群依然是可以留意吗 好的 我想 当然升级比较不受景气影响 那要啊 要前天我说 最近可能会有些卖压 对 那你看到 是有提醒 在礼拜一就提醒大家 对 那真的 也算是非战之最 因为股价比较高 对 然后最近就是破了季线 但是何一守得蛮稳的 好 四七四三 何一昨天拉长庭 今天还是开地走高 还收红K 那等法说 那今天六四七二宝瑞 六四七二宝瑞 开地走高 对 今天宝瑞反而 也攻得上来 有没有 今天反而上来 所以代表升级没有死 甚至六五八九台康生 今天下午法术会 对 我昨天特别提到台康生 有机会 因为乳癌的相似药 那他也是下修整理的一段 那比较可惜的是北极星 对 还是流眼泪 对啊 他真的已经跌到起掌点了 就代表说筹码还是比较乱一点 但是我们来看K线的话 他是有慢慢在说了 这黑K有代表在慢慢说 就是大家想去抢短 又想当冲 当冲的筹码就蛮乱的 那就看下礼拜有没有机会 过这个大量黑K的高点 那是有机会做指纹反弹 好 那生技股的操作方法 有计计老师在帮大家来叮叮一下 好的 我想还是一样老话一句 那你真的要买乐透的话 就是要买新药 但是我们买新药 一定是要长线的眼光 对 比如说我们把月线打出来 比如说合一好 我们打月线好 打一下月线 打月线 你看这几年其实 他19块20块那边还没有爆发 那我们不讲 但是你看这几年都150到300附近在震荡 所以你在相对高 你可以做个调节 或者说投入的筹码不要那么多 那相对低呢 来做个布局 对 那等他成功了 是有机会做爆发的 那哪些标的可以来做注意 好的 我想当然合一 他还有未来 不管是美国的药证 大陆的药证 还有其他的一个新药 那药华药来说就看营收了 那接下来就台康生 股价比较相对低档 那又有CDMO 又有乳癌相似药 那老爸是郭台铭 对 这边就值得期待 对 好 非常感谢维曲老师 今天他要提醒大家了 本周也许行情很震荡 不过在礼拜五这一天 看到有一些跌身的记忆体 IC设计开始反攻 下周如果台北股是有机会 直吻拼个破底番的话 也许这一些 已经领先破底的个股 大家可以多做留意之外 也提醒了生技股 长线布局的机会 找一些新药题材的 然后有富爸爸加持的 长线做布局 不要追高 拉回来布局 是比较安全的一个方式 如果说你对操作IC设计股 或者是生技族群 有任何问题或想法的话 趁周末这两天 可以手机扫一下 韦群老师的QR Code 用手机扫之后 借跟韦群老师打个招呼 韦群老师在盘前盘中货盘后 有一些更新的台北股市 投资的看法 会在Lite里面 跟同学们来做分享 好 管我来聊一下 这个苹果Apple Car的计划 死灰复燃了 刚才讲到保时捷IPO 筹到的钱要干嘛 要拼电动车 今天大盘盘中直纹 有一个族群率先的番 那就是车电股 这个礼拜 这一季 很多股票都很惨 可是有一档个股 这一季涨了102% 那就是建基 建基的这个题材 来自于电动车的充电相关领域 哪一些个股呢 有机会跟着建基一样哦 搭上不错的题材 筹码稳定第四季来标呢 管我回来请问邓老师 休息一下锁定五七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学会 大盘行情不好 现在这个强势股 也面临补跌的压力 那全球股市当中 最强一档个股是苹果 因为它跌得比较少啦 那现在居然有多空大对决了 美银是说目标价 从185砍到160 说iPhone14卖得不好 但另外一个分析师大师 罗森布拉特他认为 目标价从160上锈到189 多空大对决 可是根据我旁边的朋友 访问一下 现在要拿iPhone14 还是要等好几个礼拜 到底败得好不好呢 要苹果说了才算嘛 明年消费者需求将减弱 苹果的股价昨天也是蛮弱的 破了所有均线 波段的低点来了 但是呢 它的新的引擎来自于 电动车Apple Car 泰坦计划年底重启台游厂 渴望夺单 那包含了谁有机会受惠呢 但是它的后宾有红海 北美已经吸收两家新创车厂了 那红家均有 红转GIS 政达以胜 国王宇 还有麦坎纳 代工保时捷 台湾厂商是金国光 双龙抢注呼声高 预估2025年就会量产 那红海 我觉得邓老师昨天有说啦 100块钱 以这个价位真的是 已经逼近尽职了 也不要随便的杀低 那10月份呢 红海有机会迎来一个 蛮不错的转折 外资7连卖 投信7连买 看起来老师认为 投信比较有机会胜出吗 其实红海 我们在昨天讲过 它净值就在100.33 所以你在100块附近买 其实符合长线投资 再来红海它的长期来看 除了电动车 平盖骨 那这个是错不了的 那你会发觉 今年大盘跌掉了5000多点 可是红海基本上没有跌 它只是又回到这个起涨点而已 可是大盘就跌了5000多点 那接下来如果说 红海能够代理Apple Card 那当大家把这个 它的供应链提出来 可是你会发觉这些股票 有的量真的很少 包括保时捷 这个台链的金国光 这个量也很少 没量 所以大家可以注意说 目前短线的乙胜 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对 再来就是红准跟GIS 这个是股价还低于净值 这个是股价还低于净值 是比较好的 那其他的像这个量比较少 我是觉得还是把红海本尊 先顾好来会比较好一点 好 那我们来看这一张 我相信昨天大家看到 美股这样跌 第一个苹果跌5% 然后特斯拉跌7% 对 大家已经说完蛋了 车电股今天已经挂了 其实今天车电股 有很多都是机会 为什么 因为我一直告诉同学们说 极其低的股票 你刚好利用盘不好的时候 拉回来买 对 然后我也告诉同学们说 红海要动 就是接近10月初 在10月18号以前 最好的买点就是在最近 而且刚好在最近 你看到100块可以让你买 是 然后就买就放着 不用急 那你看 今天有很多股票 像核大像同志 同志都是拉下一件 我们来看一下江坡图 1536 如果今天不是因为 昨天特斯拉跌7% 怎么会有85块给你买 有没有 你怎么会有85块附近可以买 对 连买都买不到 啪 就917 你再看同志 好 同志 来 160 还杀到158 落到17 9.5 你看这是不是很大的利润 非常厉害 你就算买不到158 你买到160 也没关系 啪 当天就17 9.5了 为什么这些股票会在 因为长线机器很低 对 这就是我一直在强调的 你机器看月线 你就知道 为什么大盘今年 从一月跌到今天 从一月跌到今天 你如果看月K 你会天天都哭 因为都是一直跌一直跌 光7月份这个月K 就跌1700点 你说心都碎了 一个月跌1700点 可是你反过来看这些股票的月K 是红的 不然就是留下延线往上 代表什么 我这个月并没有跌 人家跌1700我并没有跌 那更厉害的不就是我告诉说 这些股票你都不能乱空了 后面都会嘎上去的 这个卷值比就颇高的 你看它涨一下回来 涨一下过来 又到53了 对 你光这短短的几天 它就涨了7成 已经嘎了7成 可是如果你看大盘 你一定不相信 大盘光这一个礼拜跌700点 对 光这个月跌1700点 它涨7成 短短几天就涨7成 这个就是我讲的 很多好的股票 卷值比在暴增 还要搭配什么 法人有买 这个卷值比才有下 果然就是给各位验证到 它一直在嘎空 好 的确大盘行情震荡 昨天邓老师领先在前面 有一些 可能这个筹码面还不错的 法人有买的 然后还有这个嘎空题材的 拉回收反而大家要勇敢 果然今天台北股市开低走高之后 这些个股就表现得最为强劲了 大家除了可以用手机 拍下来这张字卡之外 也提醒大家可以用手机扫一下 我们画面上面有一个QR Code 但老师的大头娃娃 吵进去之后会找到老师的LINE 那记得老师每天都会给一些 还不错的投资资讯 那大家这个记得跟老师互动一下 贴个贴图打个招呼 就会主动的推播到你的手中 那老师我们从K线来观察 好 那为什么各位来看鸿海 你看在108年的红海最高点是972 到了110年最低来到967 曾经碰一下967拉上来 972是利手的 那到了今年的最低点就是99块半 对 你就发觉它这个地方等于说 我972这一条线是一个大井线 所以我说四舍五路 为什么说你在100块附近买就很安全 那这个就是告诉你长线 长线的鸿海未来会走1比1嘛 对不对 那也就是说 这一段距离大家去量一下 30块左右 那100块再加30块左右 它又会来这边大区块 那你会发觉 这个就是未来两三年的方向 到2025年甚至2025年之前 你一定会看到鸿海又回到130左右 因为这是非常等距离的测量 然后我们再看下一档 好 瑞宜 你看瑞宜的月KD是交叉往上 对 那我刚才告诉同学 这个月月K你去看加权指数 欧如如啊 对 黑K 那跌1700点 你看这月K是什么 红K 下眼线的红K 对 是吧 那是代表我这个月就是没有跌 那为什么没有跌 除了四瓶盖之后 它的本益比很低 那它的基期也不是很高 然后你看KD也是交叉往上 然后你看法人是买 对 有没有 现在你看到这个都是月 是后面这连买两个月 之前连买四个月 卖一下 然后又买了两个月 那你发觉它的K线就慢慢上来了 那你说它也没有马上大涨 那大涨必须把这根月K的高点突破 就是大概105站上就过去了 就非常快 好 涨势就会加速 685 然后我们看起机 你看卷之比79.54 还在升 还在拉 还在拉 那你看是不是连四 法人还在买 连买四个月 这个空单真的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 连买四个月 你看月K一根 两根 三根 四根 连买四个月 那如果你去看加拳值数是连跌四个月 那个差异性太大了 那你就发觉它为什么跌不下 因为一直在仰空 嘎空 然后到最后就会变成一个大的 大的底部出来 有没有 大的底部出来 所以起机千万不要乱空 好 打下来有买 其实你就发觉价差蛮大的 对 那你看美率也是 它的KD 月KD是低档钢交叉 那你发觉到这三根K线 也就是七月 八月 九月 你记得七月是什么日子 七月十二是台北股市落底的第一次 13928 它七月见底之后又藏了下一线 七月红K 八月红K 九月是稍微是维持在平盘左右 可是它也是等于是从66涨到84 对 可是这三个月大盘是不是又跌很多了 没错 没错吧 你看它是买几个月 七个月 好 这个月买最多 所以会不会在第四季这些股票 开始去做一个反攻 有机会的 因为法人毕竟连买了七个月了 对 那你看梁维 法人是连买三个月 你发觉它这一条线就是守得好好的 就是50不会破 那现在就是等待它突破60 等待它突破60 就是下一关到70 那你发觉它今天已经来到58 那你看短线是不是 所有均线纠结就在这里 对 可是同学们会发觉这样很牛皮对不对 可是你去想大盘跌多少 跌很多 好可怕 一个月跌了1000多点 对 大盘这一个月跌了1700点 我在这边 我一直在洗筹码 一直在洗筹码 而且还可以维持在这里 所以一旦大盘一稳之后 10月份11月 第四季 这些都会有表现的机会 要特别留意一下 好 那这个是今天这个非常强势 老师昨天还提醒大家 不可以随便乱空 对 你像我今天找盘再传资料 我印图的时候才496 结果收盘涨停531 你看它这个价差其实很快 为什么 你看这个月暴增多快 对 本来卷支笔没有人注意 可是你看它连买三个月 然后卷支笔一嘎 今天来到39.77这个月 对 那你说这个535 根本不是压力 因为今天涨停已经531 是再创收盘新高了 就快过了 应该是很快就会过 所以奉劝有放空的人 有盘中的拉回赶快补 不要被硬嘎上去 有时候嘎空是很难去 预设它的高点 对 这个还是要特别小心 不要看它不睡 而且你看这个 月KT才刚交叉 没错 如果这个月KT刚交叉 如果再涨一个月 你知道一个月可以涨多少 刚才明俊讲过 它一个月涨多少 你要一个月就涨七成 我会吓死你了 好 你看核大是不是 7月 8月 9月 7月建13928 这个月9月又建了更低 对 1327 人家一直往上 我就是这样一直往上走 为什么 我月KT交叉往上 所以各位同学 你看到我们字卡给你的股票 你发觉月KT刚交叉 不会只有一个月的行情 至少三个月 维持三个月 所以你发觉如果月KT才刚交叉 那这种股票你千万 就好像是七月份的核大一样 对 对 它就是这样慢慢走 然后你看 人家连买六个月 连买六个月 这不是开玩笑 不离不弃 大盘涨跌不关它 就一定要吃货 一直买 所以第四季 我觉得这个年底 这些车用族群 真的都有机会 尤其卷之笔也慢慢在养空 慢慢嘎上来 好 这个核大今天盘中 打到盘下之后 然后就往上拉了 就在老师的表格里面 你看同志也是 刚才一开始表格写160 杀到158.5 穿架成交 拉上来就179 为什么 你发觉它这个就是 如果说我们从这个技术分析 如果有人有去研究波浪理论 就是说这个叫做第一波的话 这个回来就叫做第二波 对不对 那接下来就第三波的主神段 因为它最高点是从这里下来的 595 所以这个长线是非常漂亮 而且你看来 这个KD交叉了 这个卷之笔开始养空 嘎上来了 慢慢一直在增加了 现在已经25.77了 所以各位要注意它的变化 法人的买超没有间断 卷之笔一直在往上嘎 前两年法人买很多的时候 它股价是这样涨的 对 你看法人调节的时候 他回来做第二波的修正 对 所以像这种股票千万不能够乱空 尤其有大洗刷的时候 通常都是一种换手 在又空 让空手可以去买 就像今天急杀敢买的就赚到了 好 那你再看余力店 卷之笔又慢慢上来了 昨天才到41 42 今天到44了 然后法人你看这个月是买 那你说他为什么可以走 其实很简单 我们之前告诉各位说 他这个一到八月的YY 这个成长都很大的幅度 所以这档股票各位也可以特别留意 尤其在现阶段整理到末端 这里在KD 再回到50了 如果下个月一交叉往上 那就是挑战三位数 就是挑战 你看日线呢 它现在就在这个地方 日KD就开始修正 所以快的话下礼拜 这个日KD有可能交叉往上 对 所以特别要去留意一下 就有机会再替我返他 好 那你看新胜利 新胜利 上半年转1.11 对 然后移到八月的YY 是成长107% 对 很可怕 然后你看卷之笔事 也是一样 一直往上上 然后你看法人这个月买最多 买 所以你看今天的日线 它有下来 你敢买它 它就拉上去了 对 别说 其实各位看细一点 大盘是从礼拜一 跌到礼拜 对 你会发觉1234 你在看3046见记 也是1236 3046